24节气系列之雨水 雨水是24节气的第二个节气 雨水节气前后 气温回升 冰雪融化 万物开始萌动 春天就要到了 今天的教程画雨水节气 那就跟着鱼鱼一起画起来吧 新建画布 尺寸4500x6000像素 颜色配置RGB 更换背景颜色 绘制扇面 绘制一个正圆 拓拽甜色 绘制草稿 草稿把构图大致定位 现稿色卡和图层信息 在评论区有链接 更画的可以自行下载 回到上面图层 在扶平下方 填上实色 这是为了打破 扇面构图 让画面更活泼一些 扇面以上的图层 建立剪辑蒙版 把图层置入到 扇面图层里 绘制的时候 就不会画出扇面了 绘制指纹 图层样式 线性加深 指纹一笔图上 不要断触 降低草稿的 不透明度 绘制杏花 顺着花瓣生长的方向 绘制 绘制花鳄 图层样式 线性加深 绘制 绘制花蕊 同样的方法 把其他花瓣绘制完 绘制叶子 图层样式 线性加深 笔压由青到重再到青 就可以一笔画出叶子的形状 把笔刷的不透明度降低 画上后面的叶子 给叶子画上叶麦 用橡皮擦 擦出被遮挡的部分 绘制枝干 涂层样式 线性加深 绘制枝干 绘制枝干 的时候注意 枝节处要粗一些 阿尔法锁定涂层 给质感 加上阴影 解除阿尔法锁定 给质感 加上凸起的节点 绘制浮屏 涂层样式 线性加深 绘制水面 涂层样式 正片叠底 在浮屏的下方 刷出水面的颜色 绘制倒影 给浮屏画上倒影 用橡皮擦擦除轮廓 绘制小鱼 一笔画出鱼身 注意控制笔压 用涂抹工具 涂出鱼鳍和鱼尾 隐藏操稿涂层 绘制毛毛雨 涂层样式为绿色 毛毛雨必杀 在评论区置顶 有分享链接 在水面上方画出雨点 绘制高光雨 用高光笔刷在叶子和枝干 画出雨滴 最后贴字和盖上印章 一幅雨润如酥的雨水洁气就画完了 看下最终的效果 喜欢的宝宝 记得给一键三连支持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